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请坐 请看大经科著 第230协 我们从第6行 第2句提起 经中 受落无极品稳 一旦开达命迟 自然中 自然上 自然 自有根本 自然 降息 参会 转变 聚盛 屈丹成 七宝 横滥成 万物 这段经文 在《无量寿经》第32品 受落无极品 虽然是后面经文 我们 经讲得详细 所以时间就很长 差不多 要半年之后 才能够讲到 大经 学习的片数越多越好 才能够深入 多讲 多学 多听 这些 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全经的 宗旨 核心 都是劝我们 真正相信 由西方极乐世界 真正有阿弥陀佛 我们将它认识清楚 搞明白了 发心 求生 正土 决定 成就 这是全经最重要的宗旨 这是全经最重要的宗旨 附带的 极乐世界的医正庄严 极乐世界的医正庄严 极乐世界的因因果果 都是纯正纯善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最关键的核心 就是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极乐世界 每个人 都是用的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真心 所以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如果都是用真心 这个世界不下于极乐世界 佛在你 说得很透纯 一切法从心上生 一切法不离自性 道理就在这里了 智性是一切诸法的本体 它能生能燃 它凭什么能生能燃呢 凭圆 我们就明白了 极乐世界的圆 顺正纯善 在而这个世界如此美好 现在这个世界的圆 很复杂 世尊在经上说 这个世界叫做五族厄势 族是掩污的 现在的人说是掩污 五大类的掩污 造成今天这个现象 五大类里面最重要的第一类 就是建 建族 建是什么呢 我们对一切法的看法 想法 错误 这个叫建族 建族是因 烦恼族就是果报 掩污不会生智慧 会生烦恼 烦恼是什么呢 是自私自利 贪嗔痴自晚 说五种 贪嗔之晚 这个烦恶 这个烦恼族 这个烦恼族 如果这两个 我们用建施烦恼来解释 就很容易了 建族就是建画 烦恼 烦恼族就是思画 就是见思烦恼 啊 思画是贪嗔之晚 咦 我们想一下 现在这个世界 哪一个人 没有建画 没有烦恼族呢 不但有 是圆满巨足 这个麻烦就很大了 啊 五族 这个核心 其他三族 是现长 啊 于是 众生 族了 这个世界一切众生 被掩污了 明族了 明族 就是命不好 啊 啊 寿命 断束 寿煲啊 啊 好辛苦啊 啊 多灾多难 他命续了 他命就不好了 总结到最后呢 就接续 就是时代不好 时代没有说好不好 时代是人好不好 是好不好 人好是好 时代就不好了 人不好 事不好 这个时代就不好了 啊 就我们说的是乱世了 啊 社会混乱 地球灾难 灾变就很多了 灾变在哪里呢 这个佛经上说得好 不是自然的灾害 啊 佛经里面 赞叹自然 你看 这个地方 这段经讲了八个自然 前头四个母 他从第五个讲起 第五个了 啊 自然是最美好的 自然是最健康的 自然就是性得 最新自然 最新自然 就好了 什么是自然呢 佛教未传到来中国 我们老祖宗就知道了 啊 佛友 究竟圆满的智慧 我们细心观察我们的老祖宗 智慧不下于佛 为什么呢 他们所见 所说的 非常接近 老祖宗跟我们说 这个宇宙之间 一切人事物 与我们是有什么关系呢 啊 跟我们说 这个关系就是五轮了 啊 带城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 中国传统文化 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 这个时候 是未来到中国的 所见所说的 居然完全是相同 啊 带城佛法 建立在三幅的基础上面 啊 三幅的第一条 第一句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慈心不散 收拾善业 这四句是佛法的根 无论是大乘小乘 中门教下 遣教物教 都要从这个根收起 人如果不孝父母 不知道尊敬师师长 他什么都学不会的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万德的近记 你看看佛根 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相同的 这几年来 我们在世界上 走了很多地方 所接触的 全部是佛门的弟子 而且都是修学正宗的 找我去讲经 有这个缘分 周游列国 看到了 出家人 没有认真地学戒律 在家的同修 十线业度没有做到 这是佛法 我们有信 有解 无行 无静 这种的佛法 只是属于知识 对于 了生死 出三界 对于自己身心健康 没有帮助 所以最近这十几年来 我们唱到扎根的教育 余色道的三个根 余的根 第子规 道的根 感应骗 佛的根 十善业 这种想法在哪里来的呢 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三幅里面的第一幅 教育 效尘 专事 怎样去做呢 第子规上讲的就是 就是 所以就落实在第子规 慈心 不杀 因果的教育 落实在感应篇 尾后一句 佛教我们修十善业 所以这个是余色道三个根 从第一句来的 不扎这三个根 我们的修和 学足一世的毛巾 毛巾就不能够成就了 念佛也不能够往生 往年 修老师 教我们这批学生 试试讲 他老人家在台中建立了联社 台中联社 他创办 提倡念佛法门 和我们说 一万个念佛的人 真正能往生的三五个仪义 算是不错,有三五个 唐朝前导大师说,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 为何现在一万个人只有三个呢? 问题是出在什麽地方呢? 出在根没有了 古人又有根 不要说太远了,比我们早一代的 都受了扎根的教育 我们一代看到了,知道了,毛扎根 什么时候看到呢? 七八岁之前,我们住在乡下看到的 我们太世了,没有学过 所以我们看到了,没有认真地学习 我父亲那辈的这些人,他们是学过的 读诗人,没有一个,没有私塾的基础 中国古代世俗就是家庭子弟学校 每一家都有的 而且非常认真地教学 国家虽然是办学,但现在是所谓的党校 没有其他学校 国家这些学校的学生在哪里呢? 考选的 就是你师储里面学得差不多了 你参加考试 考选之后 送你入学去进修 不业之后 分发在各个单位去服务 所以院有院学,省也有 中央有国子监,叫泰河 这些都是国家设立的 它有学位 国家设立的这些学校 国家设立的学校 国家设立的学校 是最高的 就像现在的博士学位 最高的 省就是举人 业 院是寿彩 这些是从前的学位 这些是智力的学历 而他有根 他们无论学余、学道、学佛 真正用功 几乎都有成就 我们展开历史 看这些历史上的人物 每个人都有根 就是有根基的 有成就 我们今天学足一世 没有成就可言 原因在哪里 上了很多年 才仿然大悟 我们没有根 没有根 怎么办呢 补杂 就要恶补 我们将要补补出来 花了两三年之间 认真地学习 学递指规 学感应篇 学拾战业 将它当作为主要的功课来学习 有了这个基础之后 无论学余、学道、学佛 都会有成就 真正用功 确实 这个补杂有了效果 数年了 就有可观的成就 不肯在这里上面扎根 没有重视这个根本 他一生 不能够成就 但是在学术上 他能够讲到天花论序 他也可以注作等身 自己是没有受用到的 这是今天的情况 今天 普遍的价值观 变质了 学校 教学的目的 方向 跟从前 是不一样 虎人读书 智在 胜宴 进退是缘分 有这个缘分 所谓 是尽质兼善天下 为社会为天下 众生 来服务 做好事 没有这个缘分 退质 独善其身 他给一般人做一个好的榜样 做人的榜样 做家的榜样 这个他可以做得到 其实 人做好了 家整齐了 对社会 对大家都做出了贡献 这个贡献 亦有深远的影响 甚至于影响到后代 我年轻的时候 读历史 历史里面有一篇叫做 隐日转 我对一篇好疑惑 这些人有道德有学问 一生人居 不出来服务 不做官 自己耕几某田 生活能够维持 由山换水 参学广盗 参学广盗 认识 参学广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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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為他立轉呢? 諸葛亮要掌握到劉彼,他就是忍事了 劉彼三顧茅佬,這是他的盈份,不能夠不出來 很多年了,終於搞明白了 這些人有本事,有道德,有學問 能夠做一番的大事,他為什麼不來闖天下呢? 沒有緣了,這麼緣一生 過自己的逍遙、自在的田園生活 這是什麼呢?給社會大眾做一個好的榜約 社會需要的是安定,不需要動亂 老百姓需要的太平,不希望在亂世 所以這些人安分守己 這個貢獻就太大了,我們年輕無想到 應該和歷史立轉 他不是普通的人 但是他能夠甘心情願 做一個普通人,那就不容易了 他的思想順正 他一生的事業是教幾個學生 把他的學問、智慧、理念 傳下去 傳下去 一代一代傳下去 這個是真正的大人物 在佛教裏面 這個佛菩薩 很容易明白 不學法的人 不太明白了 他懂得自然 他知道欣賞自然 過大自然的生活 一旦開達明徹 這句話就是大徹、大悟 明心見性 佛法裏面所講的切誤 誤些什麼呢? 誤的就是這裏講的 自然中、自然上 自然之有根本 他誤的是這個 整個宇宙的形成 是自然的 宇宙從哪裡來的呢? 自成、變然的 跟哲學、科學講的不一樣了 但是 近代三十年 兩年 梁子力學家發現了 他們發現這個事實 跟大乘佛法所講的是一樣的 大成經 是佛在三千年前說的 他們今天來認證 證明佛說的是真的、不是假的 宇宙不是進化論 將這個進化論徹底推翻了 這裏是最先進的儀器 觀察到物質現象 將物質現象的秘密揭穿 物質是怎樣來的呢? 普朗克的報告 就講得很清楚了 這個是上一個世紀的人 七十年代 他發表了他自己 研究觀察的結論 他講根據他的觀察 世界上 根本就沒有物質這個東西 與波野經上所講的相同 佛在波野經上講 凡所有相,皆時虛妄 被他證明了 他亦很用心 用的方法 跟佛經上所講的同一個原理 就是把物質分析 不斷地分 一直分下去 分到最後 看看他究竟是什麼 八十年前 科學家發現了原子 當時認為原子 是物質最小的 這八十年來 科學技 突飛猛進 日生月異 將原子 擊破了 看到裏面 有原子核 有電子 有中子 再將這些東西 擊破了 看到裏面還有些什麼 發現了是粒子 粒子有六七十種 粒子 還能夠打破 發現了跨黑 也有幾十種 那麼多 一個一個將它擊破 發現微中子 是最小的 這個才是 基本的物質 微中子有幾大呢 科學家跟我們說 一百億個微中子 聚集在一起 等於一個電子 原子核裏面的一個電子 所以微中子的體積 是一個電子的一百億分之一 夠不小的 他們還是要把它打破 打破之後 物質現象沒有了 發現是什麼呢 是鏈頭波動的現象 之前仿然大悟 物質從哪裡來的 物質是鏈頭波動現象裏面所產生的 不是真的 物質的基礎 原來是念頭 這個地方 物經相早就說明了 相由心生 相就是物質 心就是念頭 物質是念頭 變現的 三千年前 佛就說了 色由心生 色由心生 色也是相 大家時時用色代表物質 用念代表精神 所以物質現象從哪裡來的 念頭來的 所以外面一切的物質現象 是從念頭變化的 十二千年 前年 外國有一些科學家 在色妮開一次會 他们也邀请了我,我没有去参加,我派了8个人,我在澳洲静中学院参加他们的会议, 一天听他们的报告,两天的会议,第一天报告,最近梁子力学所观察的一些成果,我们听了很欢喜。 与佛经上越来越接近,第二天的报告一整天讨论, 2012年,玛雅灾难的预演,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马上就快到了,还有20日, 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和大家做报告的时候, 这是梁子力学家,提到, 以心控物,就是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环境。 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将念头改正。 灾难是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所感得。 如果大家能够弃恶扬善,改邪归正, 端正心念,不但灾难可以化解, 而且会将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人类更加幸福。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与释迦牟尼佛说的是完全相同。 现在的问题,我们是肯不肯去改? 肯不肯将一切不善的放弃? 探尘是万宜,能不能够放弃? 自私自利,能不能够放弃? 如果放弃,灾难就没有了。 什么原因呢? 物质现象是随着念头在转。 于是我们想到基督徒世界,为何如此美好? 基督徒世界人没有恶念,没有自私的念头, 没有贪亲之晚,没有这个念头, 没有怨恨努怜,这些情绪没有不好的情绪。 没有杀宗尼网,最极乐世界。 没有?还不行的是要天天去广东西过学, 天天就过教证。 阿弥陀佛天天讲经,天天上课,教何为善 人这么好,心这么好,行为这么好,还是天天教 有时一刻都不放松 我们这个世界,如果好像阿弥陀佛一样 有这样一个人天天在教我们 我们自己的心善,行善 我们的世界,不会比极乐世界差的 一个道理,极乐世界是纯正纯善的 心行变现出来的 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亦能够纯正纯善 当然可以变成一个极乐世界 一个道理 这些就是自然的 所以中国的老祖宗提倡 五轮是道,是自然 五轮不是谁人发明的 不是谁人提倡的 夫妇有别,不是人发明的 父子有亲,也不是人提倡的 掌有有罪,君臣有义,朋友有信 是自然的 本来就是这样的 烈烈到不需要去教 小孩一出生 基本上通通巨足 为何长大了会变? 长大了没人教,变坏了 恶坏了 所以环境是太重要了 中国古人重视胎教 母亲从怀人那一日开始 就要端正心念 为什么呢? 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会影响拖儿的 所以令到拖儿完全 品受正气 虽然母亲在这十个月内 没有邪念 没有妄念 没有恶念 没有杂念 心里面起心动念 都是孝啼中信 都是人而礼智 他动这些念头 小孩出生 好教了 好养 一直要看到三岁 就是一千日 叫做扎根教育 母亲时时刻刻 要关为他 要看到他 不容许他看到不善 一切负面 都不能够看 不能够听 不能够接触 中国古老的言语 有所谓 三岁看八十 这样三岁扎根 八十岁 他都不会改变 根深蒂古 无论他学如学道 学佛都有成就 学如就是圣人 学道就是先人 霍佛成佛菩萨 每个人都有机会 关键就是在做父母的懂不懂去教他 所以古时候 中国的社会 是以家为核心 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是个大家庭 不是个小家庭 普通一个人家 商客大概都有三百人 所以小孩从小教他不能够有思心 一有思心 家就破了 就家破人望 家要团结 起心动力 不要为了自己来想 为我来整个家想 我生下来做什么呢 是为我家来增光的 我要做个好人 江宗妙祖 江大名门 所以这个 动机这个念头 他就不会做坏事 他做坏事会怎样呢 对不起我们家的父母 对不起祖宗 这个约束的力量 力量就很大 所以中国立国五千年不须 靠什么呢 一靠家 家靠修身 每个人都懂得修身 修身念头要正 静心成意 他有一套理论方法 能自家 就有本事自觉 就是家的抗大意义 而古人有两句话说 只不教 人心 怀了 他肯定学怀了 家不齐 社会乱了 我们今天的现象 原因就是 只不教 家不齐 家没有了 家不要说齐不齐了 家 二次大戰後,中國家就沒有了 二戰後就沒有了 所以中國這個家我還是看見過 我們自己的家 大過我出生的時候就失敗了 記不起了,敗落了 我住在姑媽家裏面 我們這一家人依靠她 我父親的姐姐,她的家是一個大家族 十個兄弟沒有婚嫁的 那個時候上上下下,將近兩百人 勝利之後沒有了 真的叫做家破人亡 真可惜了 現在我們讀齊家治國 這個家應該看作現在所謂的社團 好像企業一個公司 員工有幾百人 這個就是一個家 能夠將古時候 這個家道 家費 家學 家業 這些精神 灌輸入去 我希望中國至少還有一千年的好運 這種理念經驗方法 外國是找不到的 只有中國有 團體就是家庭了 要將家庭的精神 家庭的文化 樹立起來 中國還會有一千年太平盛勢 這件事要國家提商才行 是否用國家的權威力量 做不到 我們在今天 非常難得 我覺得祖宗之德 令我們有機會看到 斯里蘭卡 這個小的國家 這個小國家 大概只有江蘇省這麼大 面積就是兩個台灣 不大的 人口 只有兩千一百萬 是個佛教的國家 即是家貿尼法曾經三次到那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講經 留下了不少的成績 我們到那邊去看 就到鄉村 走到荒野 你看到的那些人 叫做真正佛教徒 為甚麼 他將佛的文化落實了 全文學佛 國家有兩個電視台播放廣經的節目 每一個星期日 在學校的學生 就是現在正在讀書的小學中學大學 星期日一定要到寺院 附近的寺院 到寺院接受佛陀教育 那些法師 我看見 每個人都會說 能言善道 真是難得 我聽說這些法師 有很多到國內去參學 但是參學之後 都會回來自己的家鄉 去自己出家的地方 他要為那邊的人服務 不容易 總統學佛做早晚課 他做早晚課的地方 就是在他的花園裡 花園裡有棵很高的大菩提樹 菩提樹那邊是供養有個佛 他在那裡住下 就做早晚課了 我和他講到現在的人做的罪業 殺生 講到什麼呢? 講到墮胎了 墮胎不是殺別人 是殺自己的兒女 一天全世界殺了多少呢? 超過了15萬人 這是怎麼來的? 這是醫院有記載的 沒有記載就不知道了 15萬以上 每一天 一年5千多萬 這樣還得了嗎? 總統就跟我說了 斯特蘭卡是沒有的 斯特蘭卡懷孕的婦女 政府鼓勵她們 安全地生下來 她不養 政府來養 那就不得了了 其他地方殺人 她救人 政府把她們當孤兒來養 接受最好的教育 這些小孩真的有福了 這是一個德政 第二個 他們真的重視教育 小孩想學 從小學上學了 穿衣服吃飯 教育全部是國家負擔的 我問總統 你們國家的這些費用開銷 是不是教育第一大呢? 沒錯 從小學到大學 全部是公費的 國家養的 現在世界還有這種地方嗎? 我們以前打網上 這個理想網上 無想到人家已經做到了 真的不可思議 你不能夠不佩服嗎? 我們跟總統見面 斯里蘭卡全部都是佛教徒 佛教徒都是打赤腳的 不但沒有穿鞋 也沒有 他家裡跟寺廟一樣 家裡很乾淨 都脫了鞋進去 總統我看打赤腳的 和我們一起去談天 寺廟裡面 一定要脫鞋脫蜜才可以進去 乾乾淨淨淨的 一頓不嚴 大街小巷是沒有垃圾 整整齊齊的 小巷呢 我們走去看看 怎樣呢? 亦都很乾淨 沒有看到有人掉垃圾 真正難得 對佛法尊重 我們亦都沒有上到 接受他要請訪問 接待我們的禮節 居然是最高的 等級 一般國家領袖去訪問 最高禮節節代 因為他不是佛教徒 我們是佛教徒 所以禮節又加了一等 民武、官員 這些部長、省長、地方、縣市長 見到出街人都會跪拜 其他地方看不到 這次跟我一起去的 有25個國家的大使 諸聯合國的大使 他們亦都參加了 大家都看到了 都感到非常驚訝 這次的訪問 沒有霸離 令我們大開眼界 令我們佛門弟子增長了信心 這是佛國土 全國推動佛教育 全國信仰佛教的人 好像百分之七十八 還有少數的基督教徒、天主教、伊斯蘭教、印度教 都能夠和睦相處、平等對待 我和總統提出的建議 應該扮一個全球的宗教大學 佛教大學 他非常歡喜 他說他一定會做 心量大 能夠包容 內戰三十幾年 三年前結束 將對方的領導人 請他們做這個地區的省長 會用人 沒有疑慮 他就這樣相信 另外一個很難得的就是全國環保意識普遍 農耕 沒有化肥、沒有農藥 所以你到那個地方去 你吃的 完全是自然 人工耕種的 最健康的食物 完全看到大自然之美 在那裏看到了 他有石屋 好像我們敦王 雲崗這些石屋 裡面黑的是佛像 兩千兩百幾年前 黑的 一直保留到現在 一絲毫都沒有破壞 完完整整 太難得了 我們中國是有 都被破壞了 這個地方非常值得我們一看 所以 深開之後 完全明白了 偷切 這是中國人說的 切五 大切大五 自然中 自然上 自然中 自然上 就是本性 自然的實相 真實相 大自然中 大自然中的一切 大自然中的一切 就在日用平常之中 只是我們心迷了 看不見了 講穿了 你全部就明白了 怎樣才能夠看到呢 真誠心 清淨心 平等心 你就見到了 或者是 跟你講 我們將起心動念 分別執著放下 你就見到了 每個人 一人 一物 一花 一草 一塵 一粒沙 無一不是聖德 現的上 聖德是自然的 所有現象 亦都是自然的 被阿拉耶改變了 自然幾尾 我們不要想其他 想抗戰期間 那時候 我是個流亡學生 抗戰爆發 我是十一歲 抗戰結束 我是十九歲 流亡學生 每日在走爛 背著一個小包袱 一套緩洗衣服 一床薄的皮 一個簽紙 這個就是全副的家當 一個包袱 背在身上 走到任何地方 人都是好的 都關心這些走爛的人 尤其是學生 照顧我們 走路是走路 沒有交通工具 山上旁邊小溪的水 捧來就飲了 水乾淨就沒有染污 哪裏似 現在全部破壞了 土壤被花肥農藥 大量用這些東西 土壤便變質 它有毒 這些毒滲透到水裏 水亦都有毒 你說這個污染多嚴重呢 所以抗戰期間 雖然是戰亂 每天走爛 亦都好像是旅行一樣 走到那裏 行運地找一塊門板 放在地上打個鋪 晚一刻便可以睡覺 將來早晨恢復原作 老百姓仍然都很同情 這種生活 現在人無法想像 但是我們讀到 京中自然中自然上 來我們想起那段生活 真叫做自然中自然上 那個時候是沒有傳媒的 亦都沒有報紙 消息 大約一百里路以外發生的事情 我們要半個月才知道 要有人從那邊傳過來 要不然就不知道 打仗的時候 槍的聲音聽不到 炮聲就聽到了 聽到炮聲 知道那邊在打仗 知有根本 這個根本是什麼呢 根本就是本性 是指聲 是真心 真心 真心不是了 變成網心 但是一定要明白 網心跟真心是一體 迷了就叫網心 國五就叫真 它是一不是二 迷不同而異 這個叫做認識根本 根本 決定是有的 從根本上來講 日制眾生 本來是佛 這個是佛教承認的 我們中國老祖宗也都承認 承認什麼呢 本性本事 這個根本就是本性 人自錯 性本善 人是可以回頭的 回頭是岸 過去我們在湯池做這個實驗 怎樣都想不到 回頭是這麼快的 我們那時候想像的 至少要兩年到三年 看看能不能夠回頭 沒有想到 三個月 人的良心就發現 不好意思去做壞事 這個力量多大 為什麼呢 祖宗之德 我們沒有這個德能 沒有這種能力 沒有這個智慧 祖宗之德 讓老祖宗這套的東西 可以在全世界宣揚 這是目的 我們目的就是在這裏 令全世界人知道 中國老祖宗的東西這一套 現在仍是有勇 沒有過時 我們做這件事情就是這樣一個目的 證明人性本事 證明人民是好教的 你就是沒有教 你如果真正教他 很好教的 是 斯利蘭卡有這麼好的一個基礎 他可以在這個基礎上 再認真努力提升一步 變成全世界一個 宗教文化的地區 宗教文化的國家 你們要看宗教能夠自覺 看看這個地方 宗教自覺 唐太宗曾經說過 佛教可以自覺 據後悔他用戰爭來做手段 結果自己墮地獄了 那時候他太年輕了 不知道佛教可以自覺 中國傳統文化可以自覺 為什麼不用這個而去用戰爭呢 殺了這麼多人 做了這麼多罪業 但是在今天這個世界 不做出好的榜樣來 別人是不相信的 一定要做出好的榜樣來 自然江式參會轉變聚聖 這個意思在我們今天現實社會裏面 是純正純善的 江式參會是尾 是追殊性 不經營 很像叫救樂世界 如果人心有嚴重的炎污 做出極重的惡業 他亦在那边参回转变 这个转变就是灾难 就是殃禾 天灾人禾 核丹城七宝 核丹是佛教的术语 指的是北巨奴洲 佛讲我们的单位世界 有个地区 这个地区的人福报很大 人不需要辛苦地工作 饮食住都有大自然的供应 人的寿命 一千多岁 很少 短病 很少有疾病 所以是福地 人的福报很大 所以居住的地方 珍宝就很多 好像极乐世界 这个是佛国土里面的代表 整个世界都是珍宝 大地是流利 佛经上说的流利 我们一般人说的就是翡翠 绿色的肉 地是绿色的 但是它是透明的 从上面可以看到地心 树木花棗 乃至于身上所穿的衣服 全部是真宝 它的真宝是很柔软 所以可以造成衣服村了 广蓝盛万物 这句都是属于自然中自然上 荆云 一旦开明 其所开明者 当人自自心也 七宝与万物 佛知各土也 今天科学家也证明了 物质环境是可以从心里转变的 心好外面物质全部变了 所以提出 以心控物 这个学说 这个是在科学里面 是非常大的一个革命行为 他们现在承认了 地球上这四百年 科学走向一个误区 带来了很多麻烦 叫做移分法 将宇宙形象分成 心理、物质、物理 这个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 现在知道了 心近物是一 不是二 不能够分的 有物质现象 必定有受想行识 有受想行识 也必定有物质现象 这个是分不开的 这个是最近发现的 念头可以控制物质 我们自己身心健康 我们身体在哪里生了毛病 用念头可以将它医好 不用用医药 不需要用医疗 美国的修南博士 他就用这个 这个是夏威尔土著的方法 他医好了几千人 这个是世界知名的 也是一位大德 善心的人士 今年3月21日 来到我们的摄影棚里面来访问 今年73岁 我问他 你治疗的理论是根据些什么呢 他不是佛教徒 他这个理念方法 是祖传的 西西代代传的夏威尔 他是在夏威尔学来的 他自己住在加州 住在洛杉矶那边 跟我说 他说根据的理论 是将自己记忆 记忆里面 你们两个记得的 不好的记忆 清除了 就是放下了 好的记忆 也都要清除了 恢复清静心 清静心里面是一念不生的 没有一个习念 没有一个忘念 用这些做基础 医病 完全是用心 清静心 是真心 治疗的方法 病人可以不需要见面 不需要见面 他只要四个资料 第一个是性命 第二个是出生年月日 第三个现在住在哪里 第四个就是病历 他去检查病历 什么地方有病 这是他所需要的资料 几千里外都可以 都有效 什么方法 观赏 完全是用念头 首先 想病人 和自己观赏成为一体 自他不易 然后看病历 知道我哪个地方有病 用自己的清静心 将病毒细胞恢复正常 一日做半个小时 连续做一个月 自己的病毒细胞完全恢复正常 那边的人就好了 好有效 现在成为世界的名人 我说你传不传的 传的 到处传这个 有人跟他学都传 你学习最重要的 要将你的心 恢复清静 心里面那些东西 记忆那些东西 都要把它清除 就是全部都要放下 和佛法讲的是相途 负面的思想 就是念头 那部就是三目道 正面的善念 好的念头 那部就是三善道 半句话讲 只要有念头 出不了六道轮会 所以他将善与不善的念 全部放下 真正回归到清静心 才能够将自己 带着病毒的细胞 恢复正常 他也有个口缺 口缺就很简单 四句话 就是他的咒语 第一句 对不起 第二句 请原谅 第三句 谢谢你 第四句 我爱你 就是这四句 你随句话 句句都是出自清静心 才产生效果 心不清静 他不能够发生效果 真有其人 真有其事 他是20日到香港 在香港做了一次讲演 我在国外 21日 约见面 所以我20日就回到香港 第二天接待他 所以这些都是经上讲的 幼智一心 二献妙徒 幼心回转 以性世界 世界如何形成的 是大方讲法花艳经 详细的讲明 是大方讲法花艳经 是大方讲法花艳经 这一部经 讲过两篇 都没有讲完 第二篇讲得详细一点 讲了四千几个小时 只是讲了五分之一 根据估计这部经 原本讲完要两万个小时 很不容易 无量寿经 古人叫它中本花盐 它的内容跟花盐经完全是相同 只是简略 花盐是详细讲的 这个地方是略说的 内容可以说是相同的 《味陀经》更简单 便于 招募读总做早晚课 太简单了 里面的道理就是花盐经 《花盐》是大本 《无量寿》是中本 《阿弥陀经》是小本 这三部经的内容是相同 《花盐》讲的十元门 连《味陀经》上都举足 《原汉陀大师疏图》 都说出来了 所以 所以这部经里面 《一旦开明》 其所开明者 当人知自心 这一点非常重要 《游至一心》 《游至一心》 这个就是《闫苗土》 《我们今日的心》 《淹污严重》 《恶宅气好心》 所以居住在这个世间 生活就觉得很辛苦 道理就是这里 由心回转 我们这个《物质世界》 就跟着念头在这里转 明白出这个道理 我们起心动念 最好无灾难这个名词 他们有 我便没有 为什么呢 念什么 什么就会发生了 景趣心转 老念灾难 无灾难 都念到了 为什么呢 是你想来的 不是其他来的 我每日念佛 佛尼那 就不会有灾难了 想灾难 是什么呢 想灾难 与智性是完全相违背的 佛教我们老实念佛了 想灾难 与智性是完全相违背的 佛教我们老实念佛了 为什么要去上灾难 人家问我灾难有没有 我都说有 为什么会有呢 你心里面上灾难 嘴巴念灾难 所以你就有灾难了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问我 有没有灾难 我会跟你说我没有 我心里面是没有灾难 有阿弥陀佛 我口里面念阿弥陀佛 不会想灾难 这个道理 不能够不知道 如果不是我们学佛 就不是白学了吗 事故 思思无碍 愿命俱得 化妆世界 有 极乐世界有 正极搞清楚 搞明白了 现在也有 确实是没有障碍的 化妆境界在哪里 就在现前了 继续世界在哪里 亦都在面前 你不能够契入 原因是你无用到真心 化妆极乐是真心必现的 妄心 显现出来的就是混乱 集乱 障碍重重 故京云开化显示真实之祭 真实之祭者 真如实上之本祭 本祭就是本体了 本祭就是本体了 具足的真心 是否从外头来的就是本有 故知所显现者 当上即祷 即是而真 实在说 华藏 是这样 结论 都是这样 我们现前 亦是这样 只是我们这个世界 缺少了圣言的教化 缺少了 那是什么原因 中生 没有福报 不可 不能够感应到 圣言的降临 原因就是这里 为什么没有福报 为什么没有福报 我们没有学好 实在说 福报是智姓里面 本来有格 你只要珍修 它就会现前 你只要珍修 我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 什么原因 过去生中没有修福 有福报富贵的人 过去生中 断岳修智 即功累得 他今天才得到这个福报 智姓里面的福报跟佛一样 见诚千两个得受勇 不见诚就不得 得不到 不见诚就要靠修了 那么过去生中没有修呢 二一生 你就应该吃虎头了 你搞清楚了 不愿天不由人 为什么 没有修到 应该是这样的 老师劝我收 我好听话 认真去做 认真做 万年就享福了 万年的生活 衣食住行 一点都不粗心 很多人共养 自己受用都受用不完 大家送给我的衣服 我已开服装店 帽子好像有几百顶 鞋也有几百箱 穿一百年都穿不完 那是什么原因 这是一世修的 不是前世 前世是没有的 所以你就明白了 福报在哪里 收福就可以了 是自然的 自然的福报 响了就自在了 心安你得了 不自然的 用不正常手段得来的 虽然享受 心就不安 不一样的 所以 要懂得 布施 多余的 多余的分给别人 别人缺少的 需要的 马上送给别人 送完了 我没有了 不要紧 过两天就有人送来 我很有信心 所以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用品是毫无保留的 感应 博可思议 感应 博可思议 逆迹 一一无非自身 事故 超情离见 愿据十远 这几句话说得非常好 黄念祖老居舌 如果不进入这个境界 这句话是他说不出来的 虽然是佛说的 虽然是佛说的 学佛说的也不容易 没有一些回心之处 没有一些回心之处 花盐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这部经 大家赞叹 认为是第一经 为什么 他说得太清楚 太明白 在什么地方 就在十远 这个十远 就是十种 叫做耗鼻 宇宙的秘密 万法的秘密 我们心里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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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都将它揭穿了 都将它说清楚 说明白了 听懂了 真的有受用 为什么 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变了 人生的观念 放向目标正确了 知道我从哪里来 知道我会去哪里 晴晴楚楚 明明白白 知道这个世间的事实真相 知道宇宙的真相 也知道极乐世界的真相 到极乐世界去什么呢 去进修了 不是去享受 不是永久住在那里 阶段性的 在极乐世界学习 学习 学习 毕业了 就离开了 离开去哪里 震静回到老家 玫瑰上直江 玫瑰智盛 这才叫究竟圆门呢 今本经亦拒 带城无量寿经常亦拒足 十元门 俗正本经不以花炎 无量寿经 跟花炎经 无量阳 无量寿经 跟花炎经 无量阳 花炎 尾后 以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化炎经 真正的圆满 就是这一注了 保然菩萨 劝导大家 法十大愿 十大愿望 就是归极乐世界 最理由 有不足的 化炎经 法炎经 上提 每人都收圓滿的,普言十元。 現在還未到極樂世界, 我們就開始學習了,好事! 跟極樂世界修行人相應! 都要認真去做,不是每日念念,回向一下,沒有用諸的。 第一月,尼敬諸佛,心量打開。 諸佛在哪裡?一切眾生,皆是未來佛。 諸佛是講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 特別重視的是未來佛,一切眾生,本來是佛。 這是花言經常講的,現在他沒有成佛, 現在煩惱雜氣,他沒有放下,他放下就是了。 所以,我們對一個眾生不恭敬,這一願就沒有做到。 蚊蟲螞蟻是眾生,他是不是佛呢?他是佛。 有一點些無錯。 我們看見蚊蟲螞蟻要合掌。 蚊蟲菩薩。 蚊蟲菩薩。 我們在做功課的時候,希望她可以配合, 不要干擾。 他好好听话,绝对不能看到将他打死,这个不可以 用真诚心跟他沟通,房里面特别是旧的房屋,张狼 还有老鼠,时间久了房屋,不免有这些小动物 我们在一起互相干扰,我们不杀害他,他会与我们合作 这十几年当中,不但与动物和植物,我们种菜 菜园里面与小鸟、小虫都沟通了 我们的菜园画了一个小区,供养他们,他们专门到那边吃 其他留给我们,我们有个戒战的,都能够遵守约定 人不讲信用,小虫讲信用,这些都不是假的 我们照顾他,他们也来帮助我们,来敬诸佛 连这些小畜生都要来敬,天地鬼神都来敬,哪有对人不敬的道理呢? 这个人不在碰我,侮辱我,障碍我,陷害我,我对他还是要礼敬 为什么呢?他在这里迷,他没有觉悟 我们明白了 看到他对我这样的样子,我还要对他报复,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个是以迷对迷 误对迷,不是这样做法的 误作会怎样呢?万法皆空 他所作所为,对我们是个误会 误会何必还去追究呢? 误会何必去责备呢? 是不。他有什么时候,国武便就回头了 他没有觉悟,当完了,他不会回头了 所以各五的人永远是快乐的 永远存在悟恩的念头 毁谈的人对我有恩,堪恨的人对我有恩,有什么因呢? 少业长马,过去生生世世做的业 现在学佛了,未学佛之前做的业,如何去烧呢? 这些逆境就是烧业了 所以你懂得多么欢喜 对人只有悟恩的心,没有抱怨的念头 他对我误会,我看到他回避一下 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他不喜欢我,我躲避他,他就会欢喜 不要令他因我而生烦恼 这个很重要 清赞如来 他有好的事情,我们清赞他 他做了不好的事情 不但口里面不能够说,心里面都不能够有 只见人善,不见人过 善与成达相应,不善与成达相违 我们不要受不善的干扰 这个很重要 一切不善的是错误 是从迷惑里面生起的 他如果觉悟了,他就不会了 觉悟的心好像一面镜一样 照得清清楚楚 他怎会做恶事呢 迷了才会的 这个要原谅他 要同情他 要帮助他 善污的念头 不善的行为 他有报 六道里面三善道三恶道 他有报 我们自己 希望在这一生当中 超越六道 所以善恶两边都不沾染 我们练佛求生战土 我们走佛菩萨的道路 被什么都重要 叫做真正觉悟 十元里面的第三元 讲修共养 日本人讲布施 共养也是布施 是用尊重心 共敬心 真正心 这叫做共养 我们对一切的众生 将众生看作佛菩萨一样 我们对他是共养 不是布施 普然菩萨带头 和我们做个榜样 普然菩萨对畜生 对花草树木都共养 我们就不敢说布施 第四个 忏悔叶长 一一忏悔 一一改过 每日读经 经典里面佛教我们 做到有没有呢 做到呢 明天还是要继续做 没有做到的 马上要将它做到 这叫真正学佛 永远都不可思议 永远都在提醒我们 所以要认真学习 契入境界,发气充满 尝生欢喜心 身心健康 思思如意 我们还要每天读经念佛 和大家一起分享 其他的无事了 我这一生当中 最近十几年 特殊的缘分 没有想到的 缘分是澳洲造成的 到澳洲 代表大学 参加联合国的活动 我们的活动圈子就更加大 方大了 圆呢 这个不是我找来的 他们找我的 找到了 我们尽自己所知所能的 和他们提出建议贡献 我们只是讲一下 我们只会是念佛 灯瓷是被逼不得已而做的 我们怎样会做这些事情呢 但是这是好事 目的是 和全世界说 中国传统文化 现在这个时代是有用的 这就是一句怀疑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就没事了 真正讲到 佛教这个教育 可以将人民教好 可以将国家 带上轨道 现在有人在这做 斯里兰加在这做 你去看看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心里面欢喜 一心念佛 先到基督世界 本事学成了 再回来普道众生 未有成就之前 不做这些事情 做这些事情太累了 太辛苦了 做得不好 必须要将本事学成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